中台立起码因为往北偏对台湾的影响是降低了 但是外围环流仍然为中部沿海带来了强劲的风浪 从8号开始中部的渔港海边就涌入了不少的吊客 观浪逗留的民众真的是让海巡单位疲于本名 台电工程人员开着挖土机移除倒塌的电线杆 警方在道路两旁摆设交通锥执行交通管制 清城5点多台中和平雪山路36公里处 路边一支电线杆遭强风吹袭拦腰折断横跨在马路上 担心来往车辆勾到掉落电线引发触电火车火 警方和台电紧急到场排除 索性意外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镜头转到中部沿海 海巡队员苦口婆心要民众离海岸边越远越好 否则可以开灯重罚 因为立起码台风来袭 尽管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 未为环流仍为中部沿海带来呈清风浪 甚至后续西南气流也将为中部带来明显风雨 但还是有不少人甚至外籍民众冒险靠近海边见着玩命 海巡阻于是针对辖区内的雨感关浪热点拉起封锁线 只要有民众逗留或是吊客都会进行强制驱离 共计驱离各式车辆127步及人员326元 海巡阻表示台风期间只要冒险细水关浪或海钓 将可依灾害防救法开罚最高25万元 呼吁民众别拿自己的生命安全 开玩笑 记得台中做好不倒